这么多的游客主要是因为今天也是一个年初四迎财神的日子 在金山有非常知名的财神庙一早涌入了上千人 除了要祈福求财还有的民众是来还愿的 只是庙方在今天本来是好意免费发放祈福香包 但是人实在是太挤了意外引发民众失控乱抢 结果有小朋友差一点被吓哭 人山人海急得水泻不痛还一路挤到庙外面 大年初四全都是来金山财神庙迎财神 就是平安发大财啊 今年是来第二次了 因为我从去年才第一次来 就是我们全家都能够平安经济也都没有问题 来自基隆的许先生今年除了祈福也是来怀孕 像这样的信徒从全国各地跑来的可有几百位 为了迎财神他们会钻进巨型元宝门 仿佛全身沾满喜气财运 接下来要把姓名之业告诉法师 祈元后拇指要在书纹上感应 最后放入财神妙库加持 等到农历三月十五财神也生日再烧化 至于贡品会使用素果香花 白花黄花代表求财 粉色花则是求姻缘 五位美女代表五路财神为名祈福 另外原本妙方好意免费发放祈福香包 却引起民众时空万强 少量的财神就会把我们的财神的传誉 受到你的手心 幸福民众泰 踊跃 还有小朋友差点被瞎哭 也让欢喜的迎财神活动发生亿万小插曲 中级新闻张凯亮 陈清旋 胡佳珍 陆宜 三居小组新北市采访报道